江若霖 张达伦这日现身一个艺术展 这次也是Elaine宣布怀孕后 首度出席公开活动 虽然这日Elaine穿着超高的高跟鞋现身 不过她就叫大家不用担心 早前Elaine拍片说怀孕初期的不适状况 这日也向大家报平安 兼分享现阶段的韬B感觉 现在好了很多了 现在基本上是过了地獄的阶段 现在是踏入一个叫做蜜月期 所以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 例如喜欢做运动 还有计划了旅行的大计 刚刚昨天去情人节 我们也去了澳门玩半天 因为我们经常觉得 现在应该要珍惜还可以出外的日子 因为可能到嬰儿出了小孩之后 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很晚了 对了 对了 眨眨眨眼Elaine已经踏入五个半月的印期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BB的性别 不知道Elaine何时会揭晓呢 可能再迟一点 现在都是大家身边的人很喜欢估计 那大家如何送礼物给你们 会买什么食物呢 因为暂时我们两个都是觉得 这个月就烦这个月的事 下个月的事下个月再说 他现在一天没出生 我们一天都不急而已 对 还有朋友通常都是送一些日用品给我们为主 还有我们决定那些衣服就收拾朋友那些 因为那些人说这样很容易头 第一 第二又是比较环保一点 因为他们那些可能真的穿几个月就不对 对了 这次达伦带着小孩来看花展 除了想加深儿子对艺术的认识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向下一代宣扬环保意识 这次的主题是说环保 是 最正的就是刚刚学校又在玩环保 我们就一直都有回收那些罐 一些胶纶这类型的东西 有教他什么叫环保 我昨天都问他 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环保 他说知道 就是不要丢些东西 要再用 我觉得他有那个意识在这里挺好的 是 那之后呢 其实也有没有多些给他上一些艺术班 有啊 有啊 因为现在他就比较跳跳扎扎 现在自己走过去玩大奔赏 那他也是一个活潑的人 什么都让他试试 之前很小时候让他学画画 那又很幸运 不知为什么他的画是拿了奖 我一看到 啊 这样也拿到奖 真是 哎呀 我很好吃 有点迷糊 情人节刚刚过去 达伦说他和老婆互相制造惊喜给对方 过了一个难忘的情人节 不过达伦的惊喜就惹来老婆有所未厌 昨天很简单 因为我老婆就无端端 就讀了那只狗去洗澡 哦 是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情人节预订了那只狗去洗澡呢 因为一开始打算开工的 以为回不了他和他吃饭的 怎么知道原来他已经安排了所有的节目了 哦 我就很开心地什么都不用安排了 今年 今年放假先啦 情人节 只是和儿子一起去过个美女孩 那有没有买什么的礼物 有啊 那我会不停给他一个惊喜的 那今年就比较惊喜一点 一早出去工作之前就出了一个post 就有老婆的样子 就和他说情人节快乐 然后又被他骂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又不帮我撿一张照片才出来呢 哦 我不觉得 我觉得你的样子很漂亮 我觉得不用撿 是 那又被他骂 哎 为什么要撿照片呢 这么漂亮